一国两制 史无前例 在这些大是大非之外的事情 我什么都可以妥协 因为是为了香港好 我们慢下来的理由 很多是自己制造出来的 内耗 吵吵闹闹 吵吵闹闹闹 假如没有了一国两制 这样的优势 你想想看会出现什么问题 想看 董建华作为香港首任特首 他曾经见证了香港主权的更迭 被称为一国两制拓荒者 在香港危难之际 他度过了近八年的特首生涯 卸任后 董建华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至今 董建华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 为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 为香港顺利回归与平稳过渡 做出重大贡献 这一个过两制复制的实践 实无全力的 必须全力的一副 我自己在想 董建华不能失败的一件事情 你看看我的照片 好 这个就是回归的那一天 97 7月1号 7月1号的那一天 而且那是凌晨的时候 对 我们那时候做直播 你做直播 很激动的 所以你看到那个时候的 这个是主要官员 这个是我自己的宣誓 这个行政会议的人 这个司法的组织 每一组都有的 你还记得当时的心情吗 很高兴 也很责任重大 本人董建华 尽此宣誓 本人就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 行政长官 刚才看到您在办公室里头的 很多的老照片 您现在在看到这样的一个 照片或者过程的时候 您心中会有什么特别的 想法或者特别的感触 看了这些 自己都会觉得很骄傲 一方面是因为自己是 参与在里边 更重要的 我们开始的时候 要一过两次要落实 这个十五千里的一个概念 怎么样变成一个 每天每天每天都在发生的一个 一个事实了 听说那时候就像您说的 从来没有想过要去进入特首 但是有有人就会觉得说 您可以做 是什么样的话真的触动了 你觉得你应该去承担下来 首先真是我董家了四代住在香港 我经常就听见我父亲跟我讲 天下的新王啊 屁股有着的 总是有个使命感 第二呢就是说 对香港你够不够熟悉 政府的运营处你了解不了解 其实我了解不够 但是做了行政局的成员以后呢 我了解一部分了至少 但是对香港的社会呢 我觉得我是比较了解的 那么更重要的就是说 我在这个之前呢 几位最高的领导人 我都认识 经常有机会谈话 我了解他们这个基本的过程 国家发展的方向理念 我很支持很支持 那么我觉得可能 我比较是最好最好的人选 他是可能可以努力下来 可以做好这件事情 您进入特首的办公室的时候 其实是只身一个人的 即使是一个CEO 就像您说的 他有一大批的班子在跟着你 但是您却选择带最少的人 进入一个你并不熟悉的 一个政治环境当中 当时为什么有这样的选择 进入之后 你是不是也的确有一些 孤独的感觉 一国两制要落实 要平稳 过渡 我觉得最好的措施 就是让所有的高官 一直掌握香港的 运作的一批人 能够全部过渡 所以我那个时候建议给中央 中央也很快接受了这个考虑 那么还有一点 其实这一批高官 其实都是香港的精英来的 做得很好的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考虑是对的 应该是这样做的 我辛苦一点吧 不过这个是有效果的 1997年9月开始的三个月时间里 董建华先后前往新加坡 马来西亚 美国 英国 日本和比利时 向各国政界和商界人士 推荐回归后的香港 那时候在回归之前 有人说香港已死 有这样的一个留言 在您那次的巡回之后 您是不是的确感到 他们有在一些变化 我觉得那个时候 说已经说服了人家 还是研制过早一点了 但是解释给他们听 我们的方向是这样的 我们要严格执行基本法 确保一个两制落实的 理由是这样的 中央政府再次上方的 定做我 这个现在是你的事情 不是我们的事情 你自己要去努力去 一国两制 怎么走是摸着石头过河的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并不太难的 当然有很多别的事情 97以前的这个泡沫经济 就很快的就爆破了 这个楼市跌了很多 楼价跌了很多 那么楼价一开始跌 香港人这个消费意欲 就减下来 因此赢成我们经济的通缩 慢慢的通缩 在98年的8月份 我们的股市会市受到了冲击 你在半个小时之内就决定要拍摆入市 那时候的决定是不是真的很艰难 我们那个时候的入市 来支持我们的股市 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动作 为什么呢 国际的 有些这个吵架了 他们就在攻击我们的联系汇率 希望能够攻破联系汇率 然后呢 有很大的利润 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 金融市场的稳定 联系汇率的唯物是 一个最基本 我们要做到的 不然的话 这个会出大事情 那么结果运气也好 我们做成功了 他们退了 其实2002年的8月 这个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还是在的 还有人想要聚集我们的联系汇率 那时候其实香港采取了一些措施 来阻挡这个 因为我们这个财政收入减少了很多 因为同事的关系 但是开支呢 还是有的 还是在增长当中的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的财政策势 是非常可怕的 那么在一个非常可怕的财政策制的过程当中 这个8月份的时候 我们看到很多迹象 就是说有些吵架就开始炒作 哎呀这个地方啊 他这个财政策制射控了 这个政治的现实就不允许你处理这个问题的 所以可能联系汇率会脱口的 就是这样一个一个传说慢慢慢慢在传 那么有些人就开始在运作起来 那么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形 我们有选择的 就是说联系汇率 突允许我这为是联系汇率 也不采取任何的操作 中央会支持我们的 那么另外呢就是说 我们要加税 要减开支 那么当然这个对香港每一个市民来说 都是有一个崇洁的 那么考虑之后 我觉得还是第三个选择比较好 2002年7月11日 香港公职人员薪酬调整条例草案 在立法会获得通过 从10月1号开始 香港66年来首次公务员减薪正式实施 此外香港政府还采取了包括 压缩政府编制 杜绝浪费的措施来节约开支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想你记不记得 朱总理在香港讲过话的 他说你们出债券 我第一个人来买 他这样讲过的 其实他就是要给大家晓得 你们放心我们中国 总理都讲话 我们在后面支持你们 但是现在回过头去看 你们觉得你选择的那三个方案的 最后一个方案 虽然当时是痛苦的 现在看起来呢 我想让历史来判断 不过你假如问我 会不会重复再做 假如这样的情形 我相信不会再有这样的情形 不过有的话还是会重做 因为我对香港人的智慧 他们的坚意 我有高度的信心 我觉得他们会有好的判断 你看见没有 我在做事情 我的孙女就在等 怎么还不行 所以你是当时就是所谓的 24小时工作的特首 孙女儿只好在那儿玩 等给爷爷了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我的孙女儿 我孙女儿写 你看最后两句话 他们是希望你陪他们多一点 不要做特首了 对 不过他很可爱 他说我喜欢书 我更喜欢你 在董建华的第二届任期内 开始推行主要官员问责制 包括三司司长 以及所有政策局局长 全部列入问责制范围 这一主要官员问责制 在香港一直沿用至今 您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就是用了问责制的方式 让现在的特首都能够 以他们自己心里头 希望的司局长的人选 来帮助他组成这样的一个班子 去为他的理想去奋斗 这是不是当时您就有 这样的一个预想 美国 欧洲所有的地方 这个高层的第一层 第二层的官员 一定是这个领导他自己去选的 就从他们都是从党里面选出来 放进去的 所以这个变化 就是为了这样的理由 为了长远的考虑去变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很多困难 因为为什么不习惯 大家香港不习惯 要从不习惯变成习惯 总是有个过程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对的事情 方向是绝对对的 小李啊 这个是我做特首的过程中 我最难过的一段时间 因为每天有个报告 多少人又感染了 多少人又死亡了 自己总是觉得这个工作做得不好 因为我是这个家长 你讲的 所以责任是最大的 真是很害怕 对 人死了很多 心里也很难过 到一个很严峻的时候 我们连很多医院里边的设备 这个需要的 我们能够戴的口罩啊 都不做了 都不做了 很多东西都不做了 我们心里都知道 假如牵涉到国家的大事的话 那一定要同中央去 大家去商量的事情 我说我就很需要这些这些这些 医务方面的这个支撑了 那么那个时候中央很关心 我们真是非常运气非常好 有这样的一个中央 2003年 那个时候看到的就是怎么样的 内地的经济啊 在起飞 发展得非常快 非常快 所以我们一定要将香港的经济的发展 重新定位 就是说怎么样呢 就是说 背靠祖国 面向世界啊 其实很简单的一个新的定位啊 2003年啊 内地决定要开放自由行 也是那时候提出了一个 要进一步融合的这种理念跟共享 而且2004年的SIPA正式实施 这个SIPA从幕后走到幕前的这个过程 又经历了什么 其实呢 这个中央啊 对我们香港总是很支持的 我提出了这个SIPA 最紧密经贸关系 中央看到的是对的 要走这个方向 但是呢 那个时候呢 我们国家啊 通美国 通欧盟都是在谈这个 进入WTO的条件 那边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 也很艰难 非常艰难 所以呢 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这个安排啊 去影响到的 他的谈判的过程 所以那个时候就说 等吧 等这个谈判完了 所以其实是在WTO签制了 过一天其实就开始了 我们所以在2003年的3月份 我到北京去的时候 都已经确定了 所以都可以做了 到2003年的6月29号 总理在香港签制 听了一个细节啊 就是说其实在2005年的1月份 您最后一份试证报告的时候 您觉得站起来 宣读您的试证报告 其实是很辛苦的 本来希望能够坐下来 但是后来因为没有这个惯例 您是吃了止痛药 才把它念完的 是这样吗 对对对 是这样的 因为为什么呢 不是不可以做 可以做 但是我其实从凡泰 也商量这个事情 我从身边的人 都商量这个事情 他说你坐下来的话 给人家知道你在生病了 这个 你不舒服 你要解释了 对不对 所以还是站在那里念吧 所以 真的很辛苦 还可以啦 过去了 选第一任特首的时候 据说您自己心里头告诉自己 我做一届就行了 但是后来到了第二届的时候 那时候您曾经说过一句话 我们都为之动容 您说选择留下旗 是比离开 需要更大的勇气 当时您厮守最多的是什么 经济的复苏 要经过的 一步一步再走的 还没有完成 我走不负责任 我觉得 那么还有我自己觉得 在基本法里边 有基本法23条 我们应该立法的 在第二任 三任以后 我就推动了这个过程 我觉得都是 这些都是应该 我做的事情 没有做成功 没有做完 所以我要继续做下去 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说 差不多了 你可以比较安心地离开 其实我看到 小李啊 我看到这个经济一直在恢复 我觉得形势是很好的 但是那个时候 我自己也觉得 这个人真是很疲劳 有的时候思路会出错的 所以我自己觉得 应该有一个年轻力量的人 来接班 董建华卸任后 2008年 已是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他 创立了中美交流基金会 这个基金会 是什么样的创意之下去成立的 当时是您自己想成立的吗 我因为在美国住过 我对美国也比较了解 我自己是个中国人 我希望中国好 骨子里的爱国 这个就是 就是真的希望 这个我们苦了这样多时间 应该到我们 要排队都排到我们了 可不可以这个两个国家合作 制造一个商营的局面 我有机会呢 就去参与在这个工作里边 那么就民间同民间的交流 他们那边的非政府的组织 NGO他们的智库 他们的大学 他们的媒体 他们有些退休的前政要 有人觉得您做这方面是非常有优势的 除了您刚刚提到 您在美国工作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 还有您跟很多的美国的 当时的政要 现在是前政要 都是好朋友 比如说小布什夫妇 或者是布什夫妇 这样子对于你推动民间的这种外交 是不是很有帮助 两方面都有帮助 在美国可以沟通 在内地也可以沟通 但是最重要的是怎么样 在美国永远就是将真相讲清楚 不过其实不了解的事情也很多 有的时候真是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才能够沟通得好 不要紧的就是一步步来 最重要的理由中美关系好了 每一个挑战你去看好了 国际上面的挑战 中美合作是很关键性的 香港回归25年来 土地房屋问题 一直是未能解决的难题 其实早在1997年 董建华在上任后的 第一份施政报告中 就提出了8万5建屋计划 然而随后袭来的金融风暴 使香港楼价暴跌 百业受损 有人觉得现在回过头去看 您刚上任没有多久 提出了8万5的公屋计划 如果当时坚持执行了 或许我们现在的房屋问题 不会像现在这么严峻 您怎么看 今天我们在哪里 在这里 房屋很短缺 填海好久没有做了 这样的过程上 那么楼价长得这样厉害 所以今后我们还是要做 不过填海时间实在太差 要十年以上的时间 然后你再去造房子 再要搞个四年这样的 你十四年里面 这个等不及了人家 大家都等不及了 所以还是要有找别的方式 除了填海以外 填海是长远的解决 还要有一个中长期的考虑 我们要有很大的决心 去做这些事情 完全可以解决的 我现在是会提倡一个新的 公屋提前上楼计划 房屋也是解决不同问题的锁匙 最终做一个领导 一分钟一分钟都要记住 你是为老百姓在施政的 每件事情都是为了它 在今天这个世界这样善变的 这样无法去预测的这样一个天下了 你自己一定要有一套长远的规划 看得清清楚楚 我就是要走这一条路 我说来说去就是说 一国两制给我们很多优势 我们好好的去利用它 而假如没有了一国两制 这样的优势 你想想看会出现什么问题 香港 所以我们自己头脑要很清醒的 为了我们的前景更要清醒 很多人说过去几年 香港确实在内耗 行政立法的这种关系的紧张 也使得这个内耗加剧 您怎么看 我是这样地看 你为反对而反对 没有办法处理 假如说我们证件有些不同 看是哪一类的证件 譬如说 因为最低工资的问题 我要少给一点 他们要多给一点 这个可以妥协的 明白 假如你说 我不接受一个两制 这个不能妥协的 大是大非的问题 大是大非的问题 要独立 这个不能妥协的 在这些大是大非之外的事情 我什么都可以妥协 为什么 因为是为了香港好 三个字 没有道理不可以妥协的 很多香港人 对我们祖国了解是不够的 因为现在全世界都在要 承担这个我们国家发展的顺风车 其实时间也不多了 大家都在跳上去 再加上现在一带一路的出现了 那么大湾区的这样 这些都是这个对香港来说了 空前的这个这种的机遇来的 所以不要担心将来会怎么样 未来会非常好的 你看着 我记得在97年7月1号您说过 今天我们幸运的站立在 鲜贤梦寐以求的理想高地上 在02年7月1号您又说 我们面前的是一条充满着光明和希望 当然还有挑战的道路 对于未来的特区政府 您会对他们说什么 我觉得开始走那条路的时候 有经过一个很不自己可以确定的摸索 都走出来了 今天这一条路其实更清楚 第二点97年的祖国的力量 和今天的力量大大不同 所以其实香港的前景是很好的 好好地去掌握这个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习系直通车 不应该丢掉 我相信我们不会丢掉 会做得很好